是分子还是英雄 更新一期视频 火锅食材是个什么东西 不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卖菜的吗 我不是鄙视卖菜的 我是鄙视那些 把那些令人尊敬的卖菜的 给包装一下 哪来骗人的畜类达翠的人才 什么火锅食材超市 什么疫情意外带来的契机 这些个骗子 就是哪这样的所谓行业题材 和排泄物一般的造假财报 告诉你 要把口袋里的钱给他 你就会实现财务自由了 大家想想 所有的火锅食材 不就是超市里面都有的再普通不过的肉菜吗 而大家上网搜索一下 现在所有上市的连锁超市品牌 有哪几家财务报表是令人乐观的 当然我指的是他们零售业务 无论他线上还是线下的零售业务 你们去看看 去找找看 如果还有什么线上大数据的概念 那才是可笑至极 到今天 哪个电商 或者网站 有什么高级的技术壁垒 他母亲的电商 比路边摆汤竞争还激烈 就前几天 我们的苏宁 给了大家一个怎样的答案 大家不会忘记了 如果只是为了赌一场 口袋里面钱多得难受 我个人建议 找个地方抛硬币吧 这起码对赌周期够短 并且自己能掌握 也不至于被一个现场检查的政策 被迫撤回IPO申请 把一大把的钱 冻结在赌场中 学会对骗子说 滚 这期的视频先更新到这里 欢迎订阅分享点赞 也希望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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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